我就聽到媽媽一直在哭 我當下突然就不難過了 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也不是她願意的 那都是一種選擇 然後那一刻開始 我覺得我好像一世之間長大了 我爸媽他們在我幼稚園的時候就離異了 對 所以我媽媽是 因為她在台中有很穩定的工作 我們那個時候是三個人一起吃一個便當 然後我媽媽都會跟我姐姐說 你們兩個先吃 然後小時候呢 媽媽都會假如有肉 媽媽就說我不喜歡吃肉 然後你們吃就好 其實後來發現 怎麼會有人不喜歡吃肉 她就把我跟我姐姐 就是放回台南給我阿嬤照顧 大概是小二的時候吧 那時候我辦安親會 然後大家的爸爸媽媽都有來 然後我媽媽當然沒有辦法來 然後我那天晚上就很難過 我就打電話給她 我就哭說什麼 別人的媽媽都有來 就只有我沒有 我就一直哭 然後我就聽到 我就聽到媽媽也在哭 然後 我就覺得 我當下突然就不難過了 我就覺得說 其實 這也不是她願意的 那都是一種選擇 然後那一刻開始 我覺得我好像一世之間長大了 我就不會再去抱怨說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陪我們 因為我 我發現我媽媽比我更難過 她一直跟我道歉說 我很抱歉不能給你這樣的機會 什麼之類的 其實她也想要做好一個母親該有的角色 那 她也很努力想要給我 就儘管那時候我們的家裡狀況並不好 其實她那時候白天賣衣服 下午去什麼擺攤 晚上去賣彩券什麼的 她已經一天兼三份工作了 對啊我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樣折磨她呢 我從那一通電話結束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跟她抱怨過說 別的媽媽不能來或是怎麼樣 然後我反而更認真的去念書 然後也從那個開始我下定決定說 我不想要再讓家人這麼辛苦 我跟我姐姐都會輪流幫外婆洗碗 但是其實我阿嬤 非常討厭我跟我姐姐洗碗 因為她就是很疼我們 然後就覺得說她都自己 沒有過那麼好 她當然希望她的孫子 就是可以過得好一點 那個時候我是住在二空新村 那還沒蓋大樓之前 我們就搬走了 因為發生火災 出來的時候幾乎已經是 半昏倒狀態在外面 後來有送醫院 然後我整個鼻子啊 只要醒出來 全部都是那種灰 黑灰色的那種煙 其實我們家的經濟狀況 也沒有到那麼好 然後我媽媽就四處就是 跟朋友借錢啊 就是一定要找到一個房子 結果剛好就是在我們家 大概兩三公里的距離 就看到一個透天 那個時候在賣 賣350萬 可是我們連350萬的錢 都沒有 連35萬就是前面10%那個都沒有 後來也拜託那個賣她的人說 可不可以就是 我先給你10萬訂金 先讓我們搬過來住 有個地方住這樣可以安頓老人家 然後那陣子就是 我覺得算是過得蠻辛苦的 因為過去之後 什麼床家具都沒有 我們就打地鋪 真的打了一兩個月 也沒有冷氣喔 然後是夏天喔 電風扇也只有一台 全部的人一起催 我大概是在19歲的時候 開始做直播 妳媽媽就說 你那個是詐騙啊 叫我不要再做什麼直播 好好念書 她不相信說開實況可以賺錢 你念不合應該最嚴重的 就是開實況這一次 她一直覺得說 你為什麼正直不好好做 直到我那天就把錢 真的存到存則裡 給她看之後 那個時候第一次領出來 八九個月的業配收入啊 薪水啊等等的 有五十幾萬 然後她看到她就說 哇這個錢 比起現在就是月收入大概就是 一百十萬吧 現在沒那麼好 曾經 曾經 那當然在一開始 就是都做不好的時候 也很常被罵啊 被怎麼樣 其實這個一度 真的是快撐不下去 就會覺得我真的有這麼糟嗎 被你們講成這樣 那陣子真的是 一直去看醫生 吃了很多憂鬱症的藥 很想很想要放棄生命 但是每當我有這些念頭的時候 我都想到我媽媽 她都沒有想過要放棄她的生命了 那我有什麼資格 我的生命是她給的 如果她沒有了我 她的人生又變成怎麼樣 其實她這輩子 就是為了我們兩個小孩而活 那她都這麼努力了 我為什麼要放棄 那大概到二十二十一歲的時候呢 我已經有一筆存款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的車子 開了十幾年了 她都沒有換 然後又加上那台車呢 一直出車禍 就是車運不佳 然後說那好 我就幫她買一台進口車 然後又沒那麼多錢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買賓士的最低配版本 但是媽媽就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那在我後來又過了一兩年的時候呢 因為她一直住在員工宿舍嘛 那四個人一間房間 不要再這麼辛苦 然後她剛好附近在蓋房子 她說我可以買個三房的 然後我兩房可以租別人啊 什麼什麼的 我就說 好啦不然你看 我們就是喜歡去買 那時候我可能只存了一兩百萬吧 我就直接all in 就好 我就付 對然後就 硬著頭皮貸款買那間房子 在台中 那時候買下來的時候 喔媽媽真的很開心 她後來說要租別人也沒租別人啊 被騙了 她就是三房讚為己有 她還跟我說 她從來沒有想到她人生中的第一間房 就是會是女兒送的 這樣 我覺得就是 孝順沒有所謂的定義 我個人認為的孝順是 在你的能力範圍內 盡可能的去做 我覺得這個就是孝順 必須老實說 很慚愧的說 我大部分更多是給予物質 我個人的習慣是 我會再過年包一筆很大的紅包 讓它今年夠用這樣 我今年包了50萬 因為畢竟工作的關係 我不可能 每天都 下去陪她 去台中怎麼樣陪她 是我敬幹就是每天都會跟她通電話 就像 我在小時候她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一樣 如果真的要講就是 我會很常帶她出國玩 埃及 北歐 大國 希臘 你們想得到應該都有 妳會跟媽媽很自然的表達 就比如說 跟媽媽講電話的時候 媽媽我很想妳啊 我很愛妳啊 會耶 我是這種個性的 我會直接跟她講 我反而是越長大的時候 就越感受 媽媽我想妳喔 妳怎麼都不來台北耶 什麼的 我反而會 很直接去表達我的感受 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現在不講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我還可以再表達 我媽媽給我一句話很啟發 她說 很抱歉 妳沒有辦法選擇 妳的家庭是怎麼樣 但是 妳可以選擇 妳想要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如果給我人生 從頭選擇的是機會 我還是會想要存在這個家庭 我的家庭雖然沒有很富裕 但是她給我了一顆很富裕的心 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雨溪 第三屆的旺旺孝親獎已經開始囉 歡迎大家透過短影音 或是詞曲創作 來表達妳對父母的愛吧